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 被邀请到这个场合来 我其实有点紧张 都不太像上课的样子 本来我准备了一个PowerPoint 就比较像上课的样子 龙老师说这样不行 还是要比较像沙龙的样子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这个应激经会的要求 稍微做修改 这个题目本来 这个题目就应该吴老师自己来讲 这个是一个绝对是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今天的角色 比较像个稻草人 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在这个两强争霸下 这些小的国家 在经济上的一些处境 其实每一个问题 它都应该会对应到一些政治问题 等一下我们在对谈的时候 我也会请那个玉山兄 再来从政治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本质上应该 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现在设计了大概几个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 就是想一下 按照这个顺序 先说一下小国到底希望什么 讲三个问题 一个是全球治理 一个是选边站的问题 一个是市场的问题 最后就做一个总结 为什么这样设计 就是说其实我接到这个题目之后 在网路上稍微搜寻一下 有没有什么大人物写文章 结果就发现 就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在6月4号的时候 在Falling Affairs 写了一篇文章 那讲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题目就讲说 这个危机中的亚洲事迹 那么美中对抗所带来的 这个风险跟祸害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李小龙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说 这个所谓亚洲事迹 当初邓小平发明这个名词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到来 那看来说不定永远都不会到来 因为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做 非常巨大的两枪对抗 那要是说 从过去二战以来 到今天为止 亚洲的这些国家 所以能够有非常好的经济成就 其实应该要 不要忘记的 美国在战后所建立的 这个所谓 Past Amerigana的一个治理的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所需的 二战以后的全球的 世界治理的系统 第二个问题 他是说 小国希望在未来两强 如果一定要这样对抗 他希望我们不要被迫选边 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经济成长 经济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成长 尤其是现在经济发展 要比较落后的国家 所以我以后就 下面就针对这三个问题 来提供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比较台湾的角度 比较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一共有三件 第一个就是全球治理的体系 就是美国在战后所建立 这个所谓 全球治理的架构 在未来两个 两个太阳的情况之下 它会怎么样的演变 然后第二个就谈一下选边战的问题 最后再谈一下 我们要经济成长 需要市场 这个市场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好 首先我们要问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要放弃 这个战后所建立 从1945年到今天为止 所建立的这一套 看起来相当完美理想性的 全球治理的体系 包括联合国 包括我们在经济上 非常重要的WTO的体系 世界银行 乃至于这个IMF 这些全球治理相关的架构 那很多迹象都显示 美国现在对这些架构 越来越不满意 所以川普最近退出WHO 大家都看到 他事实上在之前 就已经退出了 这个联合国下面的 这个世界文化组织 也退出了一个人权组织 他已经退出了 不少联合国下面的机构 那他也威胁 他要退出WTO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从经济角度看 很简单 因为这一套机构 从美国在战后 所建立的这套机构 一向 一向都是美国在控制的 美国对所有的机构 几乎都出最多的钱 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 在控制这套机构 最简单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WHO 这是美国每年出最多钱的 一个世界卫生治理的机构 但在这一波的疫情上面 美国人觉得说 我就希望你讲 这个新冠病毒是来自中国 你就不愿意讲 第二个我希望台湾来参加一个 小小的观察员 来参加一个 世界卫生大会的 作为一个观察员 就不接纳 这里面不纯粹是中国的问题 因为它有很多的会员 所以那个治理 每一个机构的治理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一人一票的 有的不是一人一票的 不过基本上 随着这个世界形势的演变 它的大部分的机构 都是会员国不断的增加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会员国 现在开始在这个机构里面 有更大的发言权 那于是美国就没办法控制了 它已经没办法按照它自己的意识 来让这个机构做什么 那我出那么多钱 然后我又不能够在这里面 伸张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要参加 所以到最后极端的时候 它可就会退出了 好 我们用WTO的例子来讲 我比较了解这个机构 这个我们也是台湾在2002年 花了非常正式加入2002年1月了 就是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争取进入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在战后1948年1月1号成立的 当初有23个会员国 现在有168个会员国 美国从战后一直主导WTO的谈判 就是当初叫做GATT 那么一共做了8次的谈判 都一直到最后一次 大家比较熟悉的乌拉乖回合 可以说全部都是美国主导议题 谈判也都顺利完成 但是到2002年开始的 这个所谓新的WTO回合的谈判 我们把它叫杜哈回合 到现在已经从2002年到今天已经18年了 还没有结果 看起来不会有结果 那这个理由我们去看它也非常简单 因为过去在那个机构里面 这个WTO里面的决策模式是采共事决 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所谓共事决 大家都知道所谓共事决就是美国决 美国人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今天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168个会员国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除了中国的崛起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新兴的经济体 像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 等等这些国家 他的经济规模都相当大 人口非常多 在这个WTO的谈判里面 他们有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立场 那这些国家的合纵连横 就让美国没有办法继续 主导WTO的谈判 所以他也会威胁退出 川普也是你讲 说如果WTO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决定 我们不会接受的 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会退出这个组织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 就是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机构是维持战后 整个全球贸易扩张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 他经过历次的谈判 把所有国家的贸易的障碍 都不断降低 尤其是先进国家 像美国欧洲跟日本 所以这个市场提供了 其他比较小的国家 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 包括台湾在内 虽然我们在2002年 才正式加入WTO 但在这之前 GATT的时代 我们虽然不是会员 但是基本上 美国在GATT下面 所做的承诺 他都让台湾可以享受 那我们当然也付出 一些相对的条件 所以这个组织对即使 现在的问题是说 这个组织已经庞大到 他不能够讨论新的问题 对处理系 美国人想要他去谈论 投资问题 比方说 美国人希望他能够讨论一些 服务业在进化的问题 讨论数位经济的问题 这些在WTO 现在168个国家的架构里面 已经很难达成所谓共识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向推前主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这个机构是一点又老 又有点利有未待 然后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太多 但是我觉得美国还是不会退出 他不会退出的理由是因为 美国在这个机构里面 虽然他已经很难去控制 但他仍然是老大 美国可以选择性的 不接受WTO的一些规范 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敢做 因为像我们这么小的会员 你如果WTO你的规范不做 你会受到很大的惩罚 就是那些大国要来惩罚你 那所以对小国来讲 这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大国偶尔可以偏离 那个机构的一些主轴 所以对他来讲 这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机构 分析说 所以即便美国退出 我觉得这个机构也不会解体 因为他的功能实在太大 别的国家因为让他继续存续 只是说他要再强化 把那个角色再往上提升 我觉得会很困难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谈一个比较一般性的问题 是说那未来会不会形成两套系统 中国会不会自己建立一套 自己全球世界的系统 我的想法是不会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所在做的就是在美国 所建立这一套既有的架构体下 这一套既有的机构体下 去争取比较多的发言权 他用他的投资 或者用外交的手腕 让他结盟或者其他种种的办法 让他在这个机构里面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呈现出来 他要去建立一套新的系统 来取代这个原油的 包括大家现在 大家很有熟悉的 中国最近建立一个亚洲基础开发银行 他虽然是个新的银行 但他其实跟亚洲开发银行本身 功能是很接近 也互补 他的会员可以互相重叠 所以他并没有要建一套新的东西 来取代旧的 他可能觉得 有一些机构 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发言权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系统应该还是有一套 只是说这些大国们 可能对这套系统的运作 很有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做法 有时候可能他们会选择不遵守 这套系统所规定的一些规则 那不会像过去那么样的严谨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能的结果 小国在这个新的秩序里面 会面对比较大什么样的挑战 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说 现在大国过去在那个 比较严谨的一个全球制宜的架构之下 你小国只要遵守那个规则 其他事情你是很自由 小国在这个系统里面得到的好处也很多 但是未来我觉得大国会比较要求说 你要做一些额外的东西 然后你才能够继续享受这个全球开放体系下面的利益 那所以你会比方说美国人可能会用双边的方式 来要求台湾做什么做什么 那所以你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 那美国也可能比较不会再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去建立一套新的系统 比方未来有数位经济的需求 需要一套全球治理的新体系 美国可能不会花那么多的资源去建立 或者他建立这套系统 他会排除一些人 他会让一些人不能够加入 这是觉得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比较大的面的挑战 所以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这个全球治理架构 屋顶虽然很旧 然后也不太可能会更新 有时候还会漏雨 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用 所以应该不要太悲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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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